以前120来了 120都说这还是有心理有想法的 他自外的头部朝下挡下来 大夫说这就是没救了 就不想要妈妈再去救他了 亲友们说马东东在自杀的一刻 是决绝的 是不堪咒复的 同学都比我强 对自己有一种那个就是不满足的意思 就打两句 说老师我想你了 或者老师说我梦见你了 完了之后呢 就啼不成声 就哭 一直哭 往往就问他 我东东你有什么事吗 跟老师说 他也不说 但我能感受就是一种感觉吧 后期就是有时候看到我们 非常活活地玩了 跳了 他自己特别压抑 在亲友的眼里 马东东是一个时而骄傲 时而压抑的艺术精神 人家是跳拉丁舞的 在长春的舞蹈圈子里 有个响当当的名号 拉丁王子 小伙舞跳得好 拿过几次国内省内的大奖 爹妈眼里的马东东又跟外人不一样了 那几乎是个完美的孩子 还特别孝顺 可这里边有个问题 自古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儿女不该糟蹋自己的身子 这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道 可马东东呢 显然没做到这一点了 他选择了自杀 毅然决然 死后让母亲肝肠寸断 这能说是笑吗 冬冬跳楼那天 他们家的领寻 他朋友开车从中经过 他看见冬冬嘛 他说你从来都不会看到有那种眼神 那种恨 他说他跟一个医学博士一起坐在车里 他看到他妈妈的眼神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吓呆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不丢失的手机 迷一样的视频 牵出了一个失魂落魄的母亲 和一个不知为啥自杀的年轻人 这个故事啊 说起来有些复杂 现在呢 所有人都已经把目光投下了那段神秘视频 据说呢 这是马东东在生前留给母亲最后一段东西 这一天 啊不 是第二天 他就自尽身亡了 难道这段视频和马东东的死 有着什么关系 龙春市的王福华丢了一部足以致命的手机 因为这部手机里 有儿子马东东留给他的最后一段视频 在这段视频录完的第二天 32岁的马东东 就用一种惨烈的方式 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楼吧 他在屋里的厅好像被他板子掉了 他就一回头一看孩子在这里 马东东最终选择了自杀 而儿子死后 王福华这个当娘的 就说了一段很奇怪的话 他说 他看了儿子七年 一朝不慎才让东东走了绝路 哎呀这话说的呀 你要说那个刚出生的宝宝啊 要父母来看护 这还算正常 可马东东三十出头了 四肢健全一大男人 还是文明全省的 啊 舞蹈王子 这样的人 还用当年的日益守护吗 那这王子到底怎么了 你是派 beschäft着吗 第二个クッ 有一 extent 一样的人 把痕刻寻迎 我们收集Andly 之后